我来自江西山 樱坛是 我的职业是企业管理 我的爱情相见是 你都爱我 我永远给你幸福 谢谢大家 好 12位女嘉宾在你的眼前 看一看 想一想 第一印象最好的是桃花一中人 想好之后 号码记在心里 不要讲出来 开始 男嘉宾做好的选择 所有女嘉宾第一轮选择开始 首轮选择所有桃花为您盛开 好 我们首先通过一个小短片 认识一下佟先生 都说 人生如此 需要什么远力 问出委屋 而我前半辈子 也是斗志斗勇 步步于云 我从一个小卖部的老板 到一家电器公司的大老板 这其中要付出的辛劳 和汗水可想而止 不过现在这家北京的电器公司 我交个儿子在打理 而我这回到江西老家 做了一家大型企业销售经理 这份工作比较自由 时间上我自己说了算 其实现在的工作 对我二言真不是为了赚钱 这是因为我一个人 闲得太无聊 要知道就算我现在不工作 生活也可以很滋润 就算多一个你 也不在话下 我在老家和北京 都有住房 住哪里都可以 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在爱下香气或打羽毛球 如果你有什么小爱好 也可以教教我 我可是很好学的了 10号 请问你做那个销售 你是哪方面的 我们单位 签客各地销售 我们做那个精密仪器 咱们家用的水表知道吧 那个东西 懂了懂了懂 负责签客各地的销售市场 我签客各地都要去 每个月有半个到四天在外面 经常出差 对 我都负责生产跟销售 这个两大块 请问你年收入是多少 固定的年薪20万吧 这个还提成吧 这个就不一定了 保底20万 对 我明天保底年薪是20万 销售精密仪器的时候 你如果再搭配着卖点喜糖 能不能卖出去呢 卖不出去 送可以 那个喜糖只能送 我可以包着带着喜糖 进大办公室发两包 进大办公室发两包 这个我们都可以 我们没很多客户 我们都要请客顺利的 这个料非常大 这个付钱的 这个最付钱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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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 我来自湖北金门 3号 我们金门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金门你没有客户吧 金门我现在没客户 签手了以后我上里扎个点 金门没有客户是吧 金门没有客户是吧 对对对对 金门照片没有 但我下个月过去吧 真的 下个月过去 那太好了 那下个月过去的话 那我请客啊 我请客啊 我热气烧带你 我自己都一样 女嘉宾这么大气啊 没关系 朋友之间 无所谓 我看你长得这个高大英俊是吧 哇 谢谢夸奖 我很欣赏你的这个形象 是我喜欢的内心 哦 谢谢 感谢 谢谢 不怎么样嘛 一般 然后我想请问你 身高有多高呢 我一米七五 哦 标准身高是吧 那160斤啊 对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比如说你找那个 你一般的话是吧 是找高个子呢 还是小小领红的呢 个子高一点更好嘛 高一点更好是吧 对高一点更好 你说的高一点 那个尺度是多少呢 这个东西没准的 看演员吧 咋没靠得上 哎呀 这个东西都不需要限制 看演员 对吧 嗯 可吃了就可以了 不需要大的限制 像我这个个子 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是吧 对 我精神高只有 只有一米六左右 穿高跟鞋的话 有个一米六三左右吧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是吧 4号 我刚才看到你会打羽毛球 我也正想学了 你可以教一下我吗 没问题 这很简单的 你在江西是吧 江西樱堂 对 我在自闭的 你是愿意在我们自闭生活 还是我跟你去江西啊 有你二点嘛 去哪都可以 五十分 我是很自由的那个人 千块个地都可以 八号 我是湖南诸州的 你有去过湖南诸州这一块吗 我经常去那边的 是吧 因为我们湖南和江西属于老表 老表是很近的嘛 有时间的话 可以来我们诸州玩一下 看了你刚才的VCR 您是有一个儿子是吧 我是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现在都已经成家了吗 他们全部成家了 那您对你未来的规划的生活 这一块是怎么安排的呢 我很自由的 去哪都可以 去那边可以 去我们印堂可以 去北京 那都可以 七号 我是武汉本地人 然后的话 武汉的话 这几年建设得非常好 然后交通非常的方便 绿道啊 还有就是公园啊 修得越来越多 这个还有就是 我们武汉的小吃 是最著名的 就是您这次过来 有没有就是说 去四处转转 我在那个校岗跟武汉 有我的客户 我在这里已经住了五天了 就是我是想问的话 这个武汉就这么好 您将来如果说 有幸和您牵手的话 您有没有考虑在这边定居 或者买房呢 这个都可以的 我签会个的都可以 六号 您的生活有规律吗 有规律哦 比如每天晚上四点之前睡觉 因为在我们每天晚上八点 到十点之前我们要做视频 每天我要管一有关东西 千块各地有视频 十点以后睡觉 十点之前就不能睡觉 你早上一般几日钟起床的 早上八点吧 哦 那生活挺有规律的 对对对 我也跟你差不多 没问题吧 我也是早上六七点钟 样子起床 晚上十点钟休息 您抽烟喝酒吗 看什么情况 如果我要接到客户 我们就要应酬 这是肯定要 平时村来不抽烟不喝酒 您做饭的能力怎么样 做家务 做饭的属于很好的 我非常研究这个吃的东西 会做哪些哪是好菜呢 基本的菜都是可以的 就是家里用的吃的都会 什么菜都会做是吧 对对 我喜欢研究这个吃的东西 我特别喜欢做这个吃的东西 是吧 那我挺喜欢的 我就想找个会做饭的男嘉宾呢 你给我做一些 我天天可以做各自各样的吃的都可以 好我有个问题啊 代表女嘉宾问一问 你最想做什么 我就想签个 签个棒回家吧 太好了 对 但是我听到的都是 你在忙工作 是啊 是啊 你展现的都是你在工作呀 你在出差呀 你在忙啊 你在应酬啊 你在谈客户啊 对对对 你要谈一谈 你如何要牵一个女伴回家呀 你是有实力 有资历 对 而且你的性格也挺好 对 到这里来就应该谈一谈 作为男人 你应该做什么 对 那我第二个问题问你 你要是跟一个女伴结婚 你最想做什么 我最想就跟她参加立业 不具体呀 不具体呀大哥 你满脑子都是工作 现在你的脑子得换一换了 换要工作啊 你最想谈恋爱呀 是不是 这好多年都没谈了 都忘记了这个 对呀 你最想谈恋爱 你最想对她好 你最想把你中的钱 用在她身上 对 带她游遍中国啊 对 你最想把你的工作放下 把心放在她身上 好 祝你好运 谢谢啊 这是铜金水来到了第二轮选择 开始 第二轮选择过后 舞台上依然还是有12朵桃花为您盛开 我们通过第二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佟先生的感情经历 林明昌说 男人有了钱就变换 我觉得这句话起码在我的身上 不可能的 我的前妻有了钱 有了闲 您却变了 我和前妻属于家里人介绍认识的 分号生育了三个孩子 并来我组外她组内 一切都很和谐美满 可随着孩子们的长大 我的事业也正直而上 她就成了家里最空闲的人 慢慢的 我发现她变了 变到我无法能受的程度 就这样我们的分音就结束了 立分号三个孩子跟着我生活 现在孩子们成家立业 我也再没有好过自由 就想真的自己 现在心态很年轻 身体很健康 赶紧找一个贴心灵 好好鼓励子 如果你对我心动了 勇敢的给我找来 我不会辜负你的 7号 如果说我跟您牵手的话 这个您的收入的话 能不能由女帮管理呢 不能全部给您管理 因为我还有好多事要做 这也是一部分可以 是吧 这样你说心里话 7号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你说想管理的话 是全部接管呢 还是可以接管一部分也可以 接管一部分也可以 但是的话就是这个男人嘛 我觉得是吧 身上有钱就会变坏 你看他 这你放心 所以呢 就为了保证就是说 两个人的这个婚姻 所以就是还是有女方保管 比较妥当 您觉得呢 我就没有那个心 你放心这一点 要变坏找变坏了 对吧 找变坏了 现在没有那个意想 你放心这 7号我明白了 他想就是掌握一部分呢 就这一部分钱叫做 你变坏的押金 你变坏的押金 你不变坏了 这个钱还是你的 你变坏了 这个押金就要吗 等于两亿 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样你放心 你放心 知道吗 这一点放心 我是这样理解的 我要变些就早变了 我扶你就到这来 就是我要解释一下 您刚刚说我说管钱的话 我怕就是说 男嘉宾会误解我的 其实我有自己 有独立的住房 和收入 家里的还有一套房 也会有我的份 然后的话 我自己的话 就是说也有收入 退休费 然后也够我自己花的 然后我自己再学习配音 现在也会有一些收入 我是一个非常自立的女人 这个6号啊 刚才不是短片当中说吗 说有一句话叫 男人有钱就变坏 你对这句话 你认同吗 6号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两个人的安全感 是互相给的 在一起 男人给女人安全感 女人给男人安全 安全感 它不存在这个问题 所以说在你这里 不存在押金的问题对吧 不存在 不存在 那个在短片里 我不太了解 您离婚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我给你讲其中吧 我呢以前开始是没有钱 后来可以说发达了有钱了 对 多了 对 她后来还是长大了 她天天也没事干了 对 吃喝玩乐跳舞 你是说你的前妻是吧 对 后来管不了了 心野了 好奇好散 也就是说 对 你之前没钱的时候 那万事大吉啊 对 后来变得有钱 挣了钱以后 你的钱是给老婆掌管的 对 对 然后她拿着你的钱 就是去潇洒去了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我的钱全部给她了 哪里都有底下嘛 跟你说清楚 哪里有底下 突破了底下了 另外事情都不可以 哪里什么样 哪里分下来呢 我是短婚摸玉 我前夫呢就是 基本上那个就是 每天晚上 那就是没有12点 他是不会回家的这种 11号 就像您这个收入这么高嘛 那以后的话 有没有想过养老婆啊这块 没有 养老婆是肯定的 不用讲得到的啊 所以老婆怎么不养呢 我还养你一辈子呢 我还养你一辈子呢 还养到老呢 我再问一下男嘉宾 就您的话那个58岁 也接近那个法定退休年龄了 您这个社保这块 当我有没有购买呢 我们企业 我们越老越吃香 对 企业 我们做这个设备东西 越老越吃香 年轻的给我就没用 他不会 对 他做不了 12号 我看到你的维持一样 你的感情还是受到了伤害是吧 我反正是 就跟你还是有点区别 我是伤偶了的 反正都是说得错着呢嘛是吧 心里都不好受 我这个人呢 就是那种居家型过日子的人 我一天可以在家里待几天不出门的 比较窄 这正好 这要得男的有安全感 放心 是吧 别说心里话是吧 对对对 如果哪个做我的就是 你一般的话是吧 我很会体贴他的 家务事一般都不会让他做的 做家务事我是一把好手 三号女嘉宾有点很多啊 有点很多 基本上没什么缺点 我看你的年龄好像挺年轻的呀 你觉得我们这个年龄 你觉得合适吗 差不多嘛正好嘛 你不差几岁 10号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啊 你想娶的人 不是你孩子喜欢的 你怎么办 我去老婆跟孩子没关系 不用给孩子商量 那我就问一下 你这次来孩子知道吗 他们都不知道 也没有必要跟他们汇报 没有 没有必要商量 因为我是爹 我是爹 我说了算 但我说好了定好了 我在通知他 我只要通知你就OK了 对 我通知你回来喝喜酒 可以了 我儿子找女朋友 他也不用通过我 找好了 找好了叫我过去喝喜酒 我就管喝喜酒了 其他的不管了 这个佟先生 你能不能就是 能够总结性地 把你这个对理想的 另外的要求说一说啊 只要他对我真心正义 是吧 同情大理就要开了 年龄相反 50多OK 年龄不太受限制吧 那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有钱就变坏的问题 对 其实我个人觉得 跟钱的这个关联性不是特别大 您不断地在强调的是您的工作 工作工作 所以其实有没有一个可能 在前面的那段经历当中 也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有一些疏忽的 就是可能 虽然经济上绝对没有问题 您把一个家庭支撑起来了 但是会不会忽视了 对另外一半的一些 不错 情感上的一些慰藉 一可能这个情况 一可能这个 对 会是有这个问题 那其实这也是在未来生活当中 可能要注意的一个点 对 不错 也相信这个佟大哥 能够在这个前面的一个经历过后 对未来的另外一半 您看得出来 他绝对是一个 会把一切都给予另外一半的人 给予他最好的照顾 给予他最好的关爱 然后在家庭当中 经济方面你不用多想 我一定会让你过得很舒服 这种状态是吧 对 对 对 所以要有信心 这是铜金水来到了终极选择 现场18位女嘉宾 如果有谁对铜先生感兴趣 可以留灯或者举牌 开始 终极选择过后 舞台上包括13位女嘉宾团当中 有一位留灯的 还有三位取牌的 我们把四位女嘉宾的资料 分别公布一下 有住房 一个女儿已经独立了 喜欢唱歌 舞房45岁 李懿 一个女儿归自己 喜欢写作旅游和烹饪 郭玉杰 58岁 上偶的 有住房 一子一女都已经独立了 喜欢爬山 喜欢拍短视频 陈宝珍59岁 他是李懿的 有住房 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都已经独立了 喜欢唱歌和旅游 佟先生 现在有四位女嘉宾 对你感兴趣 按照我们舞台上的规则 你要首先从四位当中 做一个初步的选择和判断 留下来两位 相对而言 你觉得比较适合的 再做最后的决定 听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 这四位当中 你觉得相对而言 哪两位比较适合 台上的三号 这一号夫方 好 现在三号女嘉宾和胡方 形成了竞争的关系 你们分别有三十秒钟的时间 表扬一下自己 我的优点是 温柔 贤惠 真诚 善良 然后还有对感情 特别特别专心 不错很好 谢谢 通过您的这个简历和这个VCR的介绍 我一直认为您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男士 那么我是也是事业心很强的一位女性 我更加认为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如果是在事业上很合拍的话 这个才是走向灵魂伴侣的一个途径 那么我在写作方面是特别擅长的 像一些商业计划书 合同协议都是我很擅长的 我相信在未来的工作中 我是一名合格的事业伴侣 现在呢你可以跟我们这个湖方交流几个问题 因为刚才他没有上来跟他没有交流 所以说接下来你可以问他两三个问题 看看他怎么回应 你最后再做决定 你现在在做什么职业 做大健康行业 那然后呢我们在全国也开设各种的这个加盟体验馆 那也接触金融方面的板块 也在一些流程的操纵到操作当中 那如果签索了能不能到我们江西去啊 其实我一年当中可能有四分之一的时间 就是在路上和你一样 也可能就是会经常涉及到出差 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如果真的能走到一起的话 地域不是问题 还是我到你的安家 到我们那边安家 这个也主要 我觉得天气冷的时候在深圳会比较好 其他的时候都无所谓 好 佟先生 现在问题来了 两位女嘉宾都表达了对你感兴趣 现在你的问题是 你是想从刚才沟通的两位女嘉宾当中 任选一位牵手呢 还是向你的桃花意中人表白 我就按我选的表白吧 向桃花意中人表白 对对对对 OK 公布一下佟先生的桃花意中人 她就是六号 陈丽 第49岁李懿 她有住房 没有子女 喜欢听音乐 我就两句话 你要愿意 我一辈子就会给你幸福 五秒钟的时间 今天女嘉宾考虑 五 四 三 二 一 谢谢男嘉宾对我的认可 男嘉宾这么优秀 值得拥有更好的 祝您好运 谢谢 非常好 谢谢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也非常遗憾 我们这个桃先生 今天在桃花现场的相亲之旅 就到此结束了 我相信啊 通过我们电视节目的播出 你一定能够找到 和你演员的 谢谢 中意的女嘉宾 好吗 好 谢谢啊 感谢啊 大家好 我叫熊凯 今年54岁 来自湖北实验 我的爱情宣言是 桃花躲躲开 我只爱一躲 不能躲躲爱 第二位女嘉宾在你的眼前 看一看 想一想 第一印象最好的 就是桃花意中人 开始 熊先生做出了选择 所有女嘉宾第一轮选择 开始 首轮选择 所有桃花为您盛开 我们首先通过一个小短片 认识一下熊凯先生 我是一个向往 诗和远方的男人 向往那自由的风 向往那天边的云 向往那无忧无虑的生活 其实 我是一个生在武汉 长在实验的湖北武汉人 只是因为当年父母 参加三线城市建设 来到这里 现在父母早就回到武汉 而我因为习惯 并深爱实验这座城市 留了下来 更重要的是 这里成就了我的事业 在这里 我有车有房有工作 也算是生活无忧 以前我在一家国企工作 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让我觉得无趣又有压力 我渴望突破 渴望不被束缚 机缘巧合之下 我离开了国企 和朋友一起创业 现在的日子是我向往已久的 该工作时好好工作 该享受自由时好好享受自由 毕竟享受生活 还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 目前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已走遍 光西藏我就去了四次 每次不一样的进藏方式 都能让我发现西藏不一样的美 云南 海南 新疆 这些自然景观美丽的地方 也深受我的偏爱 在我心里 男人自死是少年 少年就要勇于冒险 勇于闯 像我这样的老男孩 会不会让你有一点心动 我会不会为你动心 11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刚才听你的自我介绍 我知道你是一个随心的人 我也是一个非常随心的人 我也喜欢吃 我也喜欢出去玩 西藏我去了四次 云南 昆明我都去过 而且我都是带团队去跳舞的 听了有一个小道消息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 可以说 好 好像说的就是说 一人一狗去旅行 大概指的就是你的实验的 对吧 对 一人一狗去旅行 那是随性 自由 对吧 对 但是伴侣跟狗是不一样的 你有没有那种真正的心情 你去迁就对方 其实这个很简单 如果一个男人 像我这样去爱我的狗 我觉得我遇到一个女人的话 那剩过狗十倍 剩过狗十倍 比狗多十倍的感情 付给女人 对 十一号你是哪里人 我是武汉人 武汉人 武汉本地人 我听说呀 你的舞蹈跳得不错 对 对吧 对 今天能不能给我们现场的祝祝幸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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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眼飞向暖房 冲进那美好的鸣里乡 我们的生活充满洋火 沉满洋灯 好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 韩帝的那种正能量 那种这个美好的感情 全在这个歌声和舞蹈当中 那是 感觉怎么样 感觉有点热 感觉有点热 你把他心唱热了 四号 你是实验人吗 我是武汉人 我两岁到实验 但是我的户口在武汉 我父母在武汉 而且我父母都是在武汉居住的 这个话里头带有东北枪 因为我们家都是东方公司的人嘛 那东北人多 东北人多嘛 哎 接触得多 武汉话我也是会说 也会说 就是有点夹乘半吊子那个味 明白了 明白了 您的家庭成员有些什么人呢 我只有一个女儿在成都 那您现在是一个人居住吗 对啊 那您的住房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自己买的房子啊 就在实验火车站边上 那个90平的房子 新房子 您平时会做饭吗 我作为一个户外旅行者 不但是做饭强 生存能力也特别强 哇 这么厉害啊 对 我不但能照顾好自己 我还能照顾好你 我还能照顾好你 哇 那要是 那和您牵手 这件很幸福的事情了啊 丝毫爱旅游吗 我觉得旅游有点累 偶尔也可以 因为我不会开车 如果让对方一个人开车 我觉得没有换手的 就是把对方累着了 不存在啊 你会做饭就行吧 我会做饭 那比方说我开车你做饭呢 因为景点和景点之间很近 就一天就开个两三个小时 这种时候比较多 一路看风景 走走停停的 走走停停 一般房车 开房车的都是这样 很自由的 而且你不想玩了 想回家 直接就回家了 那我还是很向往的 你家里现在还有一些什么人 跟我们男嘉宾说说呗 我是短婚未遇 我父母亲都不在了 我就是有两个哥哥 2号 你很帅 谢谢 刚才听到你讲 你养了一条狗是吧 对 你是什么品种的狗呢 你是什么品种的狗呢 喝鸡 它是什么品种的狗 它不是狗 我养了狗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我呢 也养了有一条小狗 我是个泰迪 它今年有八岁多了 我也很喜欢小虫 我也喜欢理由 在我们湖北省之内的 我基本都是自驾游 跟姐妹一起出动 我会开车 我有一个女儿 她也已经独立了 她现在在武汉 光谷这边定住了 我在我们城市中心 有两套房子 一套是楼梯房 一套是电梯房 有一个代步车 就是说现在嘛 我就是想找个另一半来 那个二人世界的生活 她向往的生活 好像跟你那方式差不多 她房子比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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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号 我来自湖北金门 金门离时间也很近 两个多小时车程马开车 差不多 差不多啥 我觉得金门的菜烧得好 菜烧得好吃 那你觉得哪一道菜 很适合你的胃口呢 张口水域旁边有一个农庄 那家农庄烧的鱼特别好吃 烧的那个青花椒 对 青花椒 对 青花椒 对 火锅 对 好像你们都吃过那道菜 那是我们的名菜 那是我们的名菜 名菜 对 那道菜其实我自己都会做 是吧 对了 我蛮爱做饭 前几年吧 我自己还专门去学过烹饪 对 基本的家常菜我都会做 请问男嘉宾你是吃 胃口中的呢 还是吃清淡的呢 我这几年变化比较大 因为原来就是 在我们那个地区 都是比较咸 比较重 这两年去广东比较多 又喜欢清淡了 广东那边就是 对 喜欢煲汤 是吧 比较鲜 那样嘛 你喜欢吃清淡的话 你可以经常做点那个酸菜啊 那种盐菜之类的呀 对对对 那个菜我也会做的 不错 9号 因为你有抽烟喝酒的习惯吗 我最开始抽烟 后来我有烟盐 就慢心烟盐嘛 抽烟老是咳咳咳的 就跟那老爷子似的 感觉有点不太好 所以后来就没抽了 然后喝酒一点点 喝酒有度 您收入多少 原来我是在东风公司工作的 后来有个机会 从公司里出来了 就跟朋友去搞了一个 代加工的一个小公司 每个月拿工资 然后到年底呢 根据效益呢 可能还有一点点分红 就是稳定的收入 不会低于6万 她说男人自始是少年 如果这个少年呢 指的是我们永远要对我们的生活 保持一种好奇心 要保持一种青春的活力的话 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东西 我觉得女人也应该自始是少女 因为除了我们眼前的苟且 我们还很看重诗和远方 诗和远方决定了我们婚姻生活 它的精神高度在哪里 而眼前的苟且 它决定了我们 能不能持续我们的婚姻 所以我觉得刚才 你跟女嘉宾交流的过程中间 当你说起旅游的时候 你是一个少年 眼睛里面有光 在旅途中间 你做一个男人 你这个能力是非常的强的 但是呢 可能在这个眼前的苟且啊 以及婚姻生活怎么维系啊 这样的一些方面 我觉得你说的还不够多 我希望在进一步的交流中间 你可以在这方面 多表达一下 我们既要有心情去看 这个沿途的这个风光 当风浪袭来的时候 我们要紧握彼此的双手 爱对方 去支持对方 去度过这个 比较艰难的岁月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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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熊凯来到了第二轮选择 开始 第二轮选择过后 到舞台上还有十一朵桃花 为您盛开 四号为什么变灯 我也是离异的 感觉两个受伤的灵魂难以抚平 哦 我们通过第二轮短片了解一下熊先生的感情经历 我和前妻是一个单位的同事 相处久了 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 不过婚后的生活 却跟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样 两人的生活方式 兴趣爱好都不同 生活久了才发现 无论我们怎样磨合都不能达成统一 他不能理解我的私和远方 我也无法理解他的精致主义 女儿成年后我们和平分手了 现在女儿也有了自己的生活 而我则是一人一狗相互陪伴 虽然有爱犬的陪伴 但我更想体会另一半的虚寒们 我们未来生活的片段我都想好了 两人一狗 共同沐浴在阳光之下 那将是多么的安宁与幸福的画面啊 你想去哪里 我都会成为你的向导 让你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你向往这样的生活吗 12号来 我是离异的 那个一个女儿以前家 就是一个人租房没房子 那不知道你建不建议女方没房子的 建议啊 那很好 请问你的身体状况如何 可以打死老虎 可以打死老虎 我曾经也养过狗 狗是同能性的 对 你有爱心挺好 我比的大 台上我就跟我帮忙几个小妹妹推荐一下 你这个好男人 我给你点赞 谢谢 如果你想把它推荐给几号啊 四号啊 四号啊 刚才就是我问你变灯的原因 你说如果是离异的话 就是两颗受伤的心难以抚平啊 你怎么看啊 刚才四号说的那个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我们不要去回头看 要向前走 我去年的话 因为这个胆结石 然后我也住了院 虽然是个小毛病啊 但是确实也感觉很凄凉 到医院住院的话 别人就问你 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我没有 是吧 所以说只是想找一个伴儿 然后就是你病了 我照顾你 我病了 你照顾我 相互依偎 共同把剩下的余生走完 我带着你向前走 你找另一半 那个最看重什么呢 人品呢 性格 我比较看重 对方对婚姻 对生活的这种态度 比如顾家呀 体贴这方面的 我是绝对疼老婆的 8号是未婚的 从来没有结过婚 你这边的话 有那个医社保吗 必须有 就是说我 曾经的话就是 谈过男朋友 就是被伤害过 就是我呢 在这一块比较脆弱 我希望呢 能找到一个能够保护我 能够让我有安全感的人 那么如果说 你和我牵手的话 那你怎么给到我这份安全感 给不给 这是相互的 不是我单纯的给你 在我付出的时候 我也要看到你的付出 在我拿出诚意的时候 我也要看到你的诚意 就是说我将来的话 因为我是独子 就像我妈说话了 我们死了都是你的 这不老人常说的一句话 是吧 吃饭嘛这个东西 能花多少钱呢 对不对 出去玩也能花多少钱 你说哪个人 最后走的时候 能把钱花得干干净净的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 如果你同意去我的地方 去我的大北营 跟我生活的话 我可以这么讲 全力地 我们相互地扶持地走到底 各位好 谢谢 谢谢 我觉得熊凯已经活得非常通透了 没有好高无远 全是脚踏实地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 而且能够过上一份 非常惬意的生活 对 咱们说五十是叫知天命 熊先生其实现在 不光是知道了自己的天命 自己的命运 他也知道进与退的选择 知道什么是冷 什么是暖 女嘉宾们也能够看出来 如果你要选择熊先生 你得选择他的大本营 他的事业在那儿 他的家在那儿 熊先生这么些年了 他一直是和他的房车和狗 和风景在打交道 因为狗他是无条件服从你的 而另一半 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和困难 所以女嘉宾和男嘉宾 如果都能做好 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生的风景 只会越来越美丽 谢谢 好 这是熊凯来到了终极选择 现场所有十八位女嘉宾 如果对熊先生感兴趣的话 可以留灯或者是举牌 开始 我真的特别开心 有一点点意外 我知道会有留灯举牌的 但是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 我们还是一一的 把他们的资料先看一看 好不好 黄敏 52岁 黎毅的 一个女儿已经独立了 她喜欢跳舞 打羽毛球 田希勇 45岁 黎毅 一子一女都归对方 喜欢唱歌 旅游和运动 初方 58岁 黎毅 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 她喜欢跳舞 李玲丽 未婚 没有子女 喜欢听音乐和旅游 初方 45岁 她是黎毅的一个女儿 归自己 喜欢写作旅游和烹饪 何云华 59岁 李懿 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 喜欢织毛衣 喜欢做家务 熊先生 刚才六位为您留灯举牌的 女嘉宾的资料 我们都公布了 现在您要从这六位当中 选择一下 比较适合你的两位女嘉宾 排除另外四位 做最后的决定 您的决定是 我留台下的 胡芳 李玲丽 胡芳 李玲丽 好的 十三号女嘉宾团当中 两位女嘉宾形成了竞争的关系 你们分别有三十秒钟的时间 来推荐一下自己 你好 熊先生 我这个人很善良 也很擅长打理家务 闲暇的时候 也喜欢自己做点小菜 我最拿手的菜是辣椒炒肉 也喜欢旅游 曾经也跟团参加过房车旅游 那今年我也给我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 就是下半年去一趟西藏 希望和我同行的人是你 谢谢 熊先生 你好 就是刚才听到你的字数 以及短片 我觉得你的话也是一个 就是非常懂生活 也非常浪漫的一位男士吧 这一点我比较看好 然后我的话是未婚 家庭环境比较好 也是想就是跟我所爱的人吧 就是朝着那个私于远方吧 迈进吧 谢谢 好 好 接下来我们要把两位女嘉宾 请到舞台上来 跟我们熊凯先生 面对面的沟通几个问题 最后让我们熊先生 来做决定 来 有请两位 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那只狗 我已经养了它四年了 所以我希望不管跟谁牵手 就是不要介意我这只狗 我不介意你养狗 因为我也是很喜欢小动物 爱狗 喜欢宠物 首先说明您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虽然我也喜欢小动物 但是我喜欢那种安静的动物 就是比如说鲸鱼啊 乌龟啊 它养在一个固定的水缸里 完全在我掌控之内 像这种狗啊 猫啊容易串的 我可能就是说不太喜欢 不好意思 我觉得我每年都会抽出 一到两个月的假期 出去旅行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 合适的档期 婚后的话我觉得 应该工作和家庭兼顾吧 旅游的话 虽然属于那种闲情雅致 但是不一定要用 一到两个月来完成 我目前是 在深圳是自有职业 我希望在有生之年 能和自己喜欢的另一半 浪迹天涯 一两个月也不是问题 如果我们牵手成功 你会跟我会实验吗 我觉得我不会 我不知道你是否需要 我还继续工作 因为我自认为是一个 事业性很强的女人 如果说回到实验 那然后在工作 或许方面有一些 合理的这个安排 我想是可以的 但目前来说呢 我短期之内 暂时不想到实验生活 好 熊先生 您是想在二位女嘉宾当中 选择一位呢 还是向你的桃花艺众人表白呢 你的决定是 我想表白 OK 那两位女嘉宾请回 公布一下熊先生的桃花艺众人 她就是四号 陈丽四十九岁 离异的 没有子女 喜欢听音乐 来 有请 四号女嘉宾 你好 我想说的是 可能我们在沟通中有误区 实际上我是一个很坚定的人 我一开始选择了你 我最终还是会选择你 只是我一直在想 怎么对你表白 因为我觉得表白这种事情 说得再好不如做得再好 我希望你接受我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地沟通 进一步地交流 给我一个机会 可以吗 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没有成功 来 回应一下 谢谢你对我的认可 我觉得你很优秀 我感觉我配不上 祝你好运 谢谢 谢谢 虽然今天在舞台上没有牵手成功 但是我相信 以熊凯先生如此优秀的男士 等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你一定会被抢得一塌糊涂 祝你好运 谢谢 谢谢 谢谢